洋葱配鸡蛋真的是好吃 虽然是简单的家常菜 但是味道就是鲜香美味 今天这个做法你试过之后 就知道味道有多好吃了 先把树上摘的洋葱一切两半 再改刀切成丝备用 控碗中放盐鸡精 生抽 蚝油 生粉 少量清水搅匀备用 锅中油热 下入鸡蛋液炒散备用 锅留底油放洋葱丝炒至断生 我每天都分享一道家常菜 你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炒出洋葱的香味之后 再倒入鸡蛋青红辣椒淋上掉好的料汁 再来点小葱段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个洋葱炒鸡蛋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试试吧